哦 好累哦 你在干嘛呀 累啊 头痛 颈椎痛 妈咪都痛 全身痛 这么的严重 啊 怎么了吗 可能是我昨天没有睡好熬夜了 然后颈椎又开始疼了 你是睡眠姿势不到位不正确 脖子跟头垫太高了 久了你这脖子就不舒服 我昨天到现在都没有联系到我父母 你说我还能睡得早觉 哎呀 你们那边靠海边每年到这个时候刮台风 很正常的联系不上 那就是那个网络断了嘛 等两天恢复了就好了 着什么急嘛 每年都这样啊 我知道每年都这样 但是我看那网上发的视频 淹了那么多水 有的房子直接就飞了 有的什么水 辣的水还有机色冰箱啊 电视全部都被水 冲走了 有那么夸张吗 你那个是看的都是最严重的吗 而且那些都是老房子嘛 新贷的不可能的 而且如果真正严重的话 那早早就那个了 主要就是现在没电没网啊 联系不上啊 也不知道在家有没有什么 什么危险呢好不好啊 如果能打电话嘛 能联系嘛还好点嘛 我都不会那么担心了 没事的 等明天后天就差不多可以联系了 每年都是这样啊 你那么担心 如果到时候过两年 条件允许的话 你可以叫你父母来这 每年这个时候 来这边住 两三个月啊 就不用担心这些情况了嘛 哎呀我之前跟我爸我妈说过 他们不同意的嘛 他们说来这边 他们语言也不能沟通 然后呢 就这边又没有经纪朋友很无聊 还有他就是不想拖累我 就想到我现在 我们家现在情况这样子 然后又把两个老人带过来 害怕我太辛苦了嘛 还要照顾他们 还要照顾孩子 还要机票什么的 花太多了 他们也不想我拖累我 所以他们都不愿意 哎呀偶尔来一下 又没什么 而且你父母还年轻嘛 有啥拖累不拖累的 哎呀跟他们说了嘛 不愿意的嘛 那你有这么担心怎么办嘛 今天都没有联系到了 我肯定要担心啊 你看我的眼睛 我昨天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把我担心死了 我还是继续去打电话了 刚才什么时候能打到电话 我才能放下 打电话呢也打不通 有啥吗 你等一天嘛 外突然呢 突然有电 来电了就可以打通了 可能就是那边现在水咽的太多了 然后害怕有电的话都会比较危险了 所以直接把电关了 每年都是这样子 好麻烦 你发个消息过去啊 他们收到了就会给你打过来嘛 我发消息了 发了好几十个消息 还紧了今天 早上到现在一直在那打电话 昨天也打了 都一直都没有打通 没有信号 那就不用着急了嘛 哎呀你那么着急有啥用 他的那些水平嘛 那么严重 我肯定要担心啊 你一天胡思乱想 要不晚上去吃的好的放松放松 然后再去按摩一下 你那么你脖子不舒服了吗 不要 等我联系到他们了 我才能吃得下 我现在也吃不下 就什么都一样 没有胃口 嗯 嗯 嗯